歡迎大家來到班學DSG裏面的第十三課 就說人的生殖的這一課 跟第十二課也差不多 其實在這一課裏面都會有很多生字 但是同學記住 其實第二屆的生物科的要求裏面 就不再是一個串生字 是一個字典遊戲 其實主要要知道 其實那樣東西大概是什麼 那個字大概清得到內容 中文組會盡量寫 其實我們都可以接觸得到 因為其實想個學生去學到那個道理 都可以接觸一個直字的 我們現在開始首先講一下 男性的生殖器官 在男性生殖器官裡面 留意我們有些專業的用字 就不要將日常的這些語言打進去 例如我們會叫做高丸 另外我們會裝著高丸的地方 我們會叫做陰狼 我們也會有陰莖 在高丸裡會有一個浮膏的地方 我們就暫時存著一些精子 精子就會經過書精管 就可以出到外面 最後的道路 就是跟小便的地方一樣 我們便會在尿道 至於在男性的生殖器官裡面 其實會有三個不同的線體 去製造我們的精液 其實分別有精狼 接電線 以及高伏視線 我們可以做精液 它們其實是激活和滋潤的精子生殖 這是一個很開念 這是激活和激化 這是滋潤 也會提供到一個媒體 給它遊說 以及中和在陰道裡的選情 至於雷性的生殖系統裡面 會有卵巢、輸卵管和子宮 卵巢就會在這兩個位置 輸卵管就會在這個位置 至於子宮就會在這裡 輸卵巢當然是用來做Oper 很多時候的卵巢 就是卵巢 也會製造到女性的荷爾蒙 至於輸卵管 其實就是在運輸的卵巢 或者是 医獸精彩的胚胎 在去的子宮 留意 記住輸卵管 其實就是獸型的地方 至於子宮 其實就是用來讓你做到一個食甲 至於前面我們會有子宮頸 可能平常聽到那個名字 也會叫做子宮頸癌 其實就是在最前面的那個部分 然後最外面會是陰道 其實在出生的時候 就會是用來讓那個小朋友出去 如果是在用著信產的話 至於在第十二課裡面都說到 其實需要有這些不同的配子去結合 在人類裡面來說 我們就會叫精子、男性 那女性就會叫做卵子 那記住 精子、卵子 我們在生活科裡面 包括專業的字眼 所以我們會感受不要誣蔽植物 是用精子和文字 我們因為人才會使用精子和文字 至於那個獸精 其實就是跟他們合在一起的過程 至於精子的特色 其實就是自從青春期之後 就會持續去產生的了 其實是因為有荷爾蒙的關係 所以就會產生的 在高院裡產生 在腹高裡成長 至於精子的經典構 我相信很多同學都會很明白 那Pelopor就是波豆 就是最好的練用它的方法 留意一下 其實它是非常小的 同樣可以分成三部 即是頭、中部和尾部 在頭那裏 它們會有一些霉 可以幫你分解 那個籠子的外層 之後它們也有一個核 那一刻就會有一個Hepa number 即是一個單倍體的染色體 因為我們只有N 至於在精子裡 也會有很多Mitocondria 這些線粒體 就可以提供到能力 給它們的血友出水 至於一個卵子來說 其實它就是在卵頭那裡產生 其實在女性出生的時候 已經是有這樣的卵拋 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時候 它們才會成熟 就因為有這個 女性荷爾蒙的關係 大概需要一個28天的一個 循環就會做到一次 也是我們常見理解為的月經 作為一個卵子來說 其實它會是一個球體 不是一個圓形圓形 是2D的 但是它是靠自己 你不會動的 所以它就需要靠 你那個Utrus那裡的 那些蛹毛 去幫你推動 它在Nypolis裡 都是只有單倍體系 它那個細胞質 就會有很多東西 主要是一些野性 因為很多小朋友 可以在形成到遲大之前 都可以在那裡維持到生命 至於它的細胞毛 就會有一層東西 去保護著它 同學們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比較 精子和卵子 兩者在大小 數量等等的差別 至於我們在這部門 也會學到一個字眼 叫做第二聖精 既然有第二聖精 就一定有第一聖精 同學你也要留意 那什麼叫做第一聖精 在這個時候思考一下 答案留給你們自己去找 這樣會有趣一點 至於藍籽的第二聖精 其實就是它會有鬍鬍 它會在一些絲密的地方 就會有一些的毛髮 就是陰毛 另外它的後屈會大了 它的肩膀會橫了 這些都是男性的第二聖精 至於女生來說 它們都會在一個絲密的地方 會有一些的毛髮 也都會容易 在身體那裡 會儲到一些脂肪 以便它們隨時會有橫的可能性 另外它們的盤骨 就會較為橫 以及它們的乳房也會發展 至於排卵去到整個月經周期 其實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去到青春期的時候 你們的卵拋就會開始成長 之後它們到一定的尺寸的時候 它就會成熟 之後就從而釋出了卵子 卵子就會經過輸卵管就可以出去了 其實就是靠那些蛹毛會在這裡擺動 以及你的肌肉會收縮 至於剩下那些的淵拋 其實就會慢慢成為了一個狂磊 如果沒有一個受孕的話 它就會慢慢退化 就會慢慢消失 作為一個月經來說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子宮內幕會有發達 其實你的子宮內幕本身就是準備了很多線體 血液、血液和軟組織 就要定期去墨落 大概就是28天左右 第一到第五天 這個有意義是一個圓形的循環關係 我們來定義第一至第五天 一般來說的理解就是 你的月經內朝 就是因為你的子宮內幕就崩塌 就會經過你的陰道去到外面 至於到五至十四天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增加它的厚度 第十四天 最重要的那一天就是你的牌籠 在那一天的時候 如果你是和一個男性交配的時候 那女性也會容易懷孕 第十四天到二十八天 就著那個月經周期來說 其實你的子宮內幕就會繼續增厚 如果是真的有那個受孕的話 那那杯拋 就會去到那個磊子中間 就是直入 但是有的話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的話 那她就要等待 就是回到前面所說的悲溫那裡 那這裡就說到 其實女性大概在五十歲左右 那她的月經就會變得比較混亂 也會慢慢停止 因為月經停止之外的關係 其實就是無倫子 無倫子就是不能再懷孕 那我們專業的理解就是 絕經或者停經 那日常生活理解就是一個著名的詞語 就是更年期 那至於壽晶來說 其實再說一次就是 男性和女性的配置就結合了 那她其實就需要有一個交配的行為 那這裡是一個專業的英文字眼 就千萬不要寫一個 F字後的字眼 但是因為大家都在聽中文應該是 考試的時候想用中文的 那也都不要用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中文字 去形容這些交配行為 那其中如果以英文來講 我們會牽涉到一個 陰莖的勃起 和射精的 那這兩隻字呢 上面那個是勃起的英文 下面那個是射精的英文 Ejaculation 那其實那些都不是我們生物科的重點 所以我們在考試的情況裡 輕鬆就跳過了 我們就去到一個下一個我們想討論的重點 就是那個的 仇人 那在這個仇人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個 精子就游到去 游到去 游到去的子宮裡面 那它會持續地去 經過那些蜘蛛的收縮 就會馬上進去 那有機會 它們就 那個精子就 終於遇上那個卵子 有機會而已 那之後你那個精子上面的那些梅 就會分解它最外層的地方 那之後你那個精子的頭 就要把那個 那個 基因的梅 或者 就會打進去那個 那個 卵子裡面 那從而它們就可以黏在一起 就會成為了一個核子 這個專業的字眼 核子 那留意一下 一個精子大概可以生存到三天 而一個卵子也都大概可以生存到一天 大部分的 精子都是會死亡的 那因為它有些可能就是被一些黏液會卡住了 而且 女性的身體裡面的溫度也是較高的 因為我們說的36.5度那個是一個體外的溫度 那 體內的溫度是會增加高的 那 精子其實不適合在高溫裡面生活 那所以也都會因為高癮而死 那也都有一些其實是不能夠好好的發育 那譬如它剛才那個波斗形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尾 那所以某程度上我們都會說 其實我們出刀石呢 都是我們其中一個贏家來的 那之後假如你真的有一個核子 那它就如果成功的時候 就會一路經過那個 蛹毛的擺動 和肌肉的收縮呢 都會去得到你那個子宮那裡 那之後可以就做到那個 我的作場 作床 就是因為它可以由一個核子 高級進化成一個背桌 那當然啦 你整成了一個背胎之後 那你就再經常都會說 羊胎水 羊胎水 那杯胎和羊胎水 但是慢慢演發出來的 那其實就是當那個 那杯胎 在母體裡面發展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羊膜 那羊膜裡面就會有羊水 也就是羊胎水 那羊胎水有它的功用 例如它是可以作為一個 就可以保護到那個 杯胎 也可以提供到一個穩定的位置 因為它是水的問題 那可以相對來說 對個小朋友來說比較穩定 那也都可以避免了它會乾 那也都可以容許它 那也都可以容許它 可以容許它 動來動去 也都可以在它爛的時候 就可以濕用到那個通道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理解成為 羊胎水穿呢 就是讓小朋友準備出生了 那之後那個 那杯胎 那也都會發展到 有不同的一些東西出來 那就會形成到 它的胎本 就是配合整個 我剛才說的那些 的羊胎 那它黏住的地方 其實就會貼 用通過這個磁帶 去貼上去 那在那個的磁帶裡面 其實就會有兩條的磁帶 動物 還有一條的磁帶 正物 那留意它們的動物和正物的定義 在之前已經教過大家 動物 其實就永遠是從心臟流出去 那因為你現在牽涉到兩個心臟 就是小朋友的心 和媽媽的心 那因為你講的是小朋友為主 那我們用小朋友去計 那小朋友在媽媽身體裡面 那他就不可能是有氧氣的 那所以一定要通過媽媽去拿到氧氣 那所以小朋友奔出去給媽媽的血 就一定是缺氧血 留意 這個是一個動物 但是它是缺氧血 因為記住動物和含氧血 沒有必然關係的 就好像肺動物一樣 那所以它的靜物就是含氧血 那至於這個胎兵其實有什麼用呢 就要避免了媽媽的血和小朋友的血 不要黏在一起 因為不要有任何mixing 因為第一 媽媽的血壓是很高的 那也有機會弄壞了小朋友的血管 第二就是媽媽的血和小朋友的血 不一定要一樣的 那如果同學已經去到中六 中五中六的時候 那就可以試一下 學一學你們做的那個 A.B.O.B.T. Group的那個推論 就可以去看看 其實你和你媽媽的那個血型 不一樣之餘 其實是合合你的 那至於在這個的不開本裡面 其實就是媽媽會給了一些營養 氧氣和抗體給那小朋友 那但是小朋友給媽媽些什麼呢 就是給了二氧化碳和其他垃圾給媽媽的 那所以你看得到 那小朋友就給他垃圾給媽媽媽 媽媽就給他好東西 這是我們每個人出生時都經歷過的 那所以經常都要跟大家說 要記得要孝順媽媽 這個不單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價值觀 也都是其實回應在小時候 我們是怎樣對待它呢 我們都應該對待它 我們都應該對待它 那至於這個推論 其實為了要是做一個有效的交換 其實它都有它們自己的適應性 又回去了 適應性是有一個特性 和有一個功用意義的 那所以譬如它會有很多擁模 因為它可以提供到那個表面面積 那也都它很薄 因為其實它可以減低到那個擴散的距離 那還有它會有很多血 因為它就可以持續地運走去 那就可以維持到一個高的濃圾 那至於這個開盆呢 其實也是可以擋住一些垃圾 那但是很多垃圾 例如微古丁 一藥巴探 和無牙病毒等等 都有機會可以穿過得到那個胎盤的 那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說 就是一個母體 有機會呢 都是可以將一些HIV 這些這樣的病毒 傳到你的小朋友 那至於這個胎盤 也會提供到那個荷爾蒙 維持那個子宮內寶 不要崩潰的 那至於這裏呢 就是講到那個杯胎 就可以變成一個胎兒的過程 那其實在考試裏面 就不用你要記多少個星期 就發展到那裏 那但是 作為我們都曾經在媽媽裏面 身體裏經歷過整件事 那作為我們都要欣賞生命的過程 這裏就寫回到大概的過程 那書裏面或者在Youtube那裏呢 都可以記得到有很多的了 那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都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孖生 那因為其實孖生 我們有兩款的 一種角色叫做 單倫雙生 另一種叫二倫雙生 單倫雙生其實就是一個卵子 一個精子 合成了一個合子 而這個合子在過程裏面 不知為何變成兩個獨立的個體 那所以簡單來說呢 他們兩個一定會在基因上面 是一模一樣的 那所以呢 他們一定會是同一個性別的 那至於這裏是二倫雙生 二倫雙生其實是說 就是兩個卵子和兩個精子合起來 那之後就成為了兩個合子 那所以其實他們兩個呢 基因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有機會他們是不同的生別的 那所以某程度上 你可以理解 二倫雙生的 其實就是同一時間 住在媽媽圖裏面的 普通兩兄弟 或者兩子妹等的 那我懷疑了個小朋友這麼晚 終於我們要分娩了 那留意一下 那你先知道 倫巴分辨這個字 那你跟勞動 即勞力 倫巴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本身分辨是一個勞動力的事業 那所以你也理解了 很英文的一些可愛之處 那第一件事就是 你那個子宮會收縮 那之後你的子宮頸會去擴張 那之後就 你會穿洋水 那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常人 我們都會說 寫穿洋水 現在小朋友就出來了 因為其實 在座那麼多小朋友應該沒有懷疑 不知道你教你的新的科老师是不是一位女性,有机会是女性,并且新的报告可以跟你分享一些更亲身的经历 因为我是一个男性,我没有分享到那个小朋友在子宫里收缩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你原谅我的性别是不能做这些分享的 然后你就会慢慢把那个胎儿推出去外面,就会经历你的子宫收缩,另外你的胎子也要扎起 然后你就会整个胎盘都会出来,留意有一样东西叫子河居 这是一个中医上的一种入药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胎盘 所以下次你听到这个字也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最后你的胎子就会成为了我们的陶瓷 出帝之后爸爸妈妈当然有你们,除了公书家学之外 除了公书家学之外,也还有例如洗衣服,屋子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人常见的一些行为,我们叫做亲子捕 在那个关系里面,其实有一样东西我们也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那个母乳胃捕,因为我们作为捕鱼类动物 我们的捕鱼线其实是可以制造的奶汁 那这些奶汁,就是母乳胃捕,其实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第一,就是可以提供得到很重要的营养和抗体给小朋友 那这些特别是抗体,都不可能普通通过不同的 一些厂商出产的牛奶都可以提供给你了 第二,就是其实它可以加强得到妈妈和小朋友的关系 那就是那一句,妈妈抱着小朋友的时候 有一种很奇异的关系就可以建立得到 你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不妨可以问一下你的密码 另外也可以在通过母乳胃捕的时候 都可以帮得到母乳胃捕,所以母乳胃捕是值得大家去做的 那说完小朋友的生育出来,但是很多人都是没有小朋友的 有些是故意,有些是因为其他原因 但是其实我们都想了解一下,其实我们是否应该要控制生育 或者了解控制生育的 第一,就是因为我们人口本身的地球是爆炸的 第二,就是要照顾小朋友的心力时间等等都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都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力时间 那作为不同的避孕方法来说,我们会有五种一定要懂的 第一个就是荷尔蒙,第二就是安全期,第三就是有薄膜 第四就是手术,第五就是ID矫患 那你见到打了一个交叉的,就是告诉你 其实安全期不安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荷尔蒙方法其实就是吃避孕丸 那很多时候都要每天吃,但是不一定要每天吃的 有些可以是不是的,就像是有些帖劑或者是震劑 那至于Bri-Bri-Map法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安全期 其实就是避免你在受孕期的时候,会去做一个交配的 那怎样可以知道你受孕期呢? 刚才说的第14是怎样去发现的呢? 就是你会发现原来那一天,女性的身体体温是会轻微地上升的 那就代表你那个排卵了,那就是你在排卵期以外的日子去交配呢? 其实理论上就不是安全了,但是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做法 所以同学们千万不要做,我说的是成长了之后千万不要走 那这里就是说的Bri-Map法也是大家最常听得到的 就是有子宫帽给女性的,另外会有病人套给男性或者女性的 那里面有机会有些实症剂,那就会令到精子没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个的心思 那至于这里有些手术的方法,就是主要是结扎男性的书精管或者女性的书冷管 那留意一下,其实结扎了之后呢,其实男性照样是会有精液 那女性照样是会有月经的,那只不过在精液里面就没有精子 那就算是有月经的时候,其实你的笼子也已经崩塌了,退派了,所以也会继续有月经 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谈谈一个IUD,IUD其实就放了一个金属环在一个女性的子宫里面 大概可以放4-10年左右,不过我才觉得道德上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其实究竟那一刻那个受了精的笼子 那其实算是一个胚胎还是不是一个生命呢,那这个是一个留开给同学们自己解答的问题 那到最后呢,这里会有香港考试局的一份文件 那去讲回其实我们要学的呢,就是学识男性女性的生殖器官 记住有很多生字,但是不能备猜 第二就是知道精子和卵子的结构,第三就是了解到有整个月经的周期28日 那第14日就是排卵,那另外就是会有那个的受孕,那之后你在发展的时候呢 就是用来会有胎盘,那也都会了解到原来妈生呢,其实有两款的 有同种相生和二种相生,那生育过程就不是重点了,大概了解可以了 Parental Care就知道到原来爸爸妈妈对我们这样好的 那这就最后呢,就是这个部分也都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到不同的 避孕方法和他们的有效程度和他们的背后的科学权利是什么的 那这里就总共就会是第13个人的生殖的内容了 那就去到这里先了,下次有机会再见,拜拜!